大家好,我是大家老朋友王冲阳道长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南非的华南虎,虎鹿 在2007年11月,国泰产下了一只公虎仔 这是母虎国泰和公虎虎五只交配繁育的第一只华南虎的幼仔 因为怕虎妈妈国泰不知道怎么去照顾小虎仔 这只后来取名为虎鹿的虎仔被工作人员从妈妈身边带走 由南非罗瑞动物园的专家对他进行人工喂养 直到足够大了才送回到妈妈的身边 这个是虎爸和虎妈 这个是护理精 一个细心的母亲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小虎 他不仅每天按时给小虎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 还模拟野外虎妈妈去舔虎仔的方式来为小虎洗澡 虎鹿也不停的吃不停的长 这个是一天早上已经长大了的小虎子 小虎鹿在恐吓一只豪猪 也是因为他年纪小没经验 豪猪满身刺其实不是好惹的 他的母亲国泰就曾经满身被扎的全是豪猪的刺 这张就是国泰曾经被豪猪扎伤的时候的照片 他身上这个时候至少有四只豪猪刺 11月23日降生了这只雄性华南虎幼崽 一个月后目前身长约70厘米 重4公斤 比出生的时候重了2.8公斤 其实对比这个华南虎的金的呵护 包括很多纪录片里面对于幼崽的这个照顾呢 我觉得国内对于接触这些出生的小动物呢 防护做的是有些 就是说有些过于夸张了吧 像防护手套啊 防护服啊 国内一般都是要求要穿这些的 看起来呢是比较正规 但是呢 从我看了这么多的纪录片来说 包括结合这个比较 就是说护理的比较好的金 他对于这个华南虎的护理来说呢 他们并没有这些装备 在国外呢 像南非 这个金呢 他肯定也考虑过这些情况 从结果来看呢 国外的这些护理做的也很专业 结果也非常的好 所以也许觉得国内可能是没有这个经验 也没有可能说经验和技术都差了一些吧 我个人觉得呢 不仅仅是从说防护手套呀 防护服这些 对于这些外界的细菌的感染入手 更重要的去呵护一个小动物 让他成长呢 更重要的是模拟野外的这些母亲的这些行为吧 大家可以看前面那个金呢 他的那个呵护小老虎的时候 他那个手势 力道 都是非常专业的 比较柔和轻而且稳当 小老虎呢 应该是比较舒服的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